丈夫死死薅着妻子的头发 告诫这个当妇婚离定的 他之所以这么生气 是因为妻子婚内出轨 并且斗地主的视频在网上疯传 然而这场争吵中最可怜的是他们不到十岁的儿子 他只能将音响调到最大 用游戏消除本不该这个年龄承受的压力 女人名叫李瑞震 布雅视频被公开后 工作四年的电台将他开除 老公也把他赶出家门 陌生人更是对他投来一样的眼光 这天瑞震离开酒店 来到全韩国离婚胜诉率最高的律所 委托申律师把婚离得漂亮一些 通常像他这样的情况 大部分人都是抬不起头 恨不得一死了之 然而他理直气壮的样子 让申律师有些不舒服 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申律师也不再隐瞒 依照目前视频人尽皆知的状况 想要离漂亮的婚非常困难 一听这话 瑞震有些激动 他不知道律师衡量漂亮的标准是什么 甚至都没问自己的诉求 其实瑞震什么财产都不想要 只想争夺儿子的监护权 婚外情加上不雅视频 毕心只想争取儿子的监护权 申律师再三确认他是否出自真心 然而为了监护权 可能会闹得比现在还要难看 甚至有可能败诉 申律师再次确认瑞震是否要反诉讼 就这样申律师答应帮助瑞震辩护 第二天 在开始写反诉状之前 申律师必须了解一些事实 原来瑞震在去年和同事来到一家餐厅 偶遇忠实粉丝主厨小奶狗 有人为自己心动让他很享受那种感觉 之后瑞震经常去那家餐厅 因为到了那 就会让自己无比轻松 而瑞震的丈夫 有着极度变态的控制欲 会牢牢记住妻子的每一件内衣裤 穿过的没穿过的甚至闺蜜送的 他全部都知道 并且每天早晚都会拍照记录下来 瑞震本以为逃离丈夫的魔爪 没想到却掉进了另外一个深渊 小奶狗故意拍下不雅视频后上传网络 丈夫这才知道了婚外情的事 很快庭外调节的日子到了 对方主张 去年学校亲子日 瑞震答应过儿子一定会去参加 但是当天却没有出现 于是孩子非常失望 在上课时间跑出学校 并且提交了儿子明确表示 因此事太过生气的证据 当天孩子在翻越围墙时受伤 后来送到医院一直是班主任陪着他 直至父亲抵达为止 期间给瑞震打了十几通电话 但他一通都没解 原来当时 瑞震正与主厨约会 小奶狗以破坏气氛为由 抢走了他的手机 并调成飞行模式 同时拍下不雅视频 对方律师以年幼的孩子 可能看到不雅视频的女主角是母亲为由 拒绝由瑞震申请监护权 深律师不同意对方的观点 他表示由于丈夫变态的占有欲 瑞震自结婚后 每天必须隔30分钟 就拍一张和在场所有人的照片进行报备 因此闺蜜和朋友们纷纷与他断了联系 深律师拿出一袋便签纸 这些是瑞震三年来收集到丈夫写给他的 通常贴在冰箱 浴室镜子 化妆台上等等 诸如此类的话比比皆是 甚至怀疑妻子做了小姐姐 虽然瑞震只收集了近三年的 但是长达七年的夫妻生活中 这类便签帖变了家里每个角落 而且130平的公寓内 就设置了六台监视器 甚至连卫生间都有 深律师觉得难道婚外情的人该负全责吗 对妻子施加不仁道藐视和侮辱 还有强制约束的丈夫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可是对方律师咬着不雅视频的是不放 但据深律师了解 外流的视频已经尽数删除 加害者小奶狗也已经复发 然而丈夫在昨晚已经确认过 瑞震的视频依旧在网络上流传 在韩国 有很多婚外情过错方争取到监护权的案例 深律师主张 不雅视频外流已经对瑞震造成过一次伤害 不仅被工作四年的电台开除 日常生活还变得分崩离析 实际上瑞震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他只是为了不让儿子遭受跟自己一样的遭遇 才奋力争取监护权 很显然对方律师正在对瑞震造成第二次伤害 审判长宣布此次调节暂时先到这里 下次将参考儿子的心理治疗结果 第二天 儿子完成了心理治疗 然而一切都按照爸爸事先交代好的填写的答案 下午放学时 深律师找到儿子 没有像审问犯人一样问东问西 反而交给孩子不想说的就不要说 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叫做揭末权 小朋友希望自己的记忆力变差 可当深律师问他想忘记什么时 男孩没有回答只是攥紧了他那双小拳头 不知道是被这句话感动 还是对瑞震的恨太深 小男孩告诉深律师 他想把妈妈从自己的记忆中删除 说吧擦去眼角的泪水 去补习班上课去了 反倒是深律师 他听了孩子的话以后 不知道自己替瑞震辩护是对还是错 当晚 男孩又喊又闹 夺过爸爸的手机重重地扔到地上 然后捡起来再丢出去 没过一会儿 深律师接到瑞震的电话 他不想打官司了 妈妈觉得儿子因为这件事很痛苦 突然发狂然后大哭大叫 还摔了爸爸本来打算叫救护车的手机 然而深律师听完以后 他让瑞震找家汤饭屋好好吃一顿 只有这样才能赢下官司 因为接下来要面对的不是离婚条件 而是一场案件了 就在开庭的几个小时之前 瑞震儿子告诉深律师 他经常看到妈妈趁大家不注意 赤脚站在阳台上 非常担心妈妈就这样死去 孩子相信深律师明白 自己看到了很痛苦的事 以及扔掉爸爸手机的原因 深律师告诉孩子 爸爸和妈妈是坏蛋 也都是不合格的父母 但是话说回来 假设必须选择一个人 是要跟谁一起生活呢 妈妈呀 庭审开始时 对方律师主张瑞震女士 在调解过程中 皆无意愿进行和解 她理应为当前局面负起责任 二人的孩子因此次事件 三更半夜被紧急送往急诊室 瑞震仍旧力争监护权的样子 着实令人怀疑她的真心 同时也对孩子造成了莫大的伤害 试问真正的母亲 怎么可能做出这种决定 倘若监护权给了瑞震 就等同于放弃了孩子的尊严 因此丈夫无法放弃监护权 在韩国 离婚案件中未满13岁的关系人 其意见不能被采纳 可是有谁又问过孩子的想法 虽然她的意愿无法影响判决 申律师认为做父亲的 应该可以问一下 这番话就与儿子的字数不相符了 申律师拿出了孩子的日记本 日记内容里表示妈妈经常不在家 只能跟爸爸单独相处 所以她很不幸福 甚至觉得自己很可怜 对方律师以孩子心情焦虑不安提出反对 让人没想到的是申律师同意她的观点 提出对丈夫进行结问 原来丈夫早就问过儿子的遗愿 孩子明确表示想同妈妈一起生活 丝毫不顾及苦苦哀求的儿子 几乎用暴力的行为强行 让未满10岁的孩子看了那段视频 法庭上的丈夫也不再伪装 坦言给孩子看 就是让他明白妻子做过的肮脏事 至于对方律师提出的问题 难道丈夫做出那种无耻行径 是为了维护孩子的尊严吗 瑞震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颤颤巍巍地站起身 对自己的羞耻 对丈夫的愤怒 对孩子的无助 多种心情交织在一起 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剧烈情绪的波动让他瞬间昏了过去 当他再次醒来 已经是在医院里了 申律师告诉他官司打赢了 之所以孩子隐瞒事实 是因为他认为妈妈知道的话 肯定会哭 但是不管怎么样 孩子还是想与瑞震一起生活 当晚瑞震做了儿子最爱吃的糖醋肉 吃饭的间隙 他双膝跪在儿子面前 恳求得到孩子的原谅 男孩看着流泪的妈妈 把头埋在了他的肩上 另外一边 申律师虽然赢下了这场官司 但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开心 反倒觉得有些苦涩 第二天 申律师上班时 碰到了保洁员许沈 他坦言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花费也不同 那么徐沈身上又有什么故事呢 而习正在厨房忙着做晚饭 婆婆却当着儿子的面数落他 每天凌晨四点 徐沈会准时被婆婆制造的声音吵起 上午他到饭店打工赌贴家用 徐叔则是在家看电视 下午徐沈管理婆婆的大楼 不管是保洁 还是租客们的杂事 都由他一手包办 婆婆每天从早上四点开始 直到吃了晚饭才会离开 经常辱骂两个孙女和儿媳一样 只要有一点不顺心 无论什么时间都会打扰小孙女学习 但凡徐沈回来晚一点 就要抱怨儿媳不做晚饭 反倒是护着儿子什么都不让他做 其实徐沈家因为老公投资失败 欠下巨额贷款 每天忙里忙外她也没有什么怨言 当初主动与丈夫结婚 如今这么卖命工作 到头来依旧要忍受婆婆 对自己的百般羞辱 徐沈她认了 只求婆婆不要对两个孩子那么刻薄 然而老公是个五十多岁的妈宝 嘴上说着会去沟通 一转头又忘记在脑后 这天凌晨 徐沈惯例被吵醒 只因丈夫昨晚说了句想吃豆浆面 婆婆今天还有另外一件事要宣布 她决定把楼上的房子租出去 搬下来和徐沈四口一起住 不仅可以补贴家用 也不用每天爬上爬下 可是楼下只有三个房间 女儿们都长大了 两个人住一间有些不方便 徐沈也不好顶撞婆婆 也要去工作为由回到了房间 然而丈夫还在蒙头大睡 我注意到她的梳妆台上 连一瓶化妆品都没有 当天下午 徐沈给丈夫发了短信 让她一找朋友为由出门见一面 把婆婆的打算详细地告诉给老公 这次不是要问丈夫的意见 而是拜托她阻止婆婆 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这句话 谈话也不欢而散 当晚家庭矛盾终于爆发 小女儿不同意奶奶搬到自己家 然而老人家后悔把租客搬走 接儿子一家住进来 当初就不该管闲事 就该让他们露宿街头 可是现在一直赚钱的人是徐沈 小女儿替妈妈不值 大女儿本想阻止争吵 让妹妹进去读书准备考试 徐沈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她让女儿们闭嘴进屋 外人都不会这样去辱骂他们 徐沈让身为奶奶的家人注意言辞 没想到这句话把婆婆气到 反过来怪儿牺牲不出男孩 指着儿子的鼻子骂她 房子是自己的 干嘛对外人低声下气 小女儿不懂为什么爸爸总是不反复 难道不认为妈妈很可怜吗 万万没想到 婆婆她彻底生气了 拉过孩子就打 然而婆婆越打越来劲 徐沈见状终于爆发了 她坚定地走向婆婆 把女儿被打得巴下通通还给对方 另外一边 申律师每胜诉一桩案件 就会在画上补满一颗葡萄的颜色 原来她曾是一位出色的钢琴家 因为某件事 她放弃了国外发展的机会 并且搬进司法大学读书考试 当画完最后一颗葡萄 她就会找到那个人复仇 那么在申律师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徐沈又该怎么做呢 女人结婚二十多年 过着看门狗一样的生活 婆媳矛盾从进门的第一天就开始了 然而她的老公只会祸悉你 不管谁对谁错 老公在婆婆面前从不反驳 反倒是婆婆认为儿子太过软弱 儿媳才会那么嚣张 这次她一定要拿到至少两周 才能痊愈的诊断证明 以此来诚挚心中的恶媳妇 老太太越说越起 她懊悔儿子当初就应该取校长的女儿 非要找儿媳这种货色 今天才搞成这样 说白了 她压根没瞧上儿媳 说这话咬牙切齿的样子 不知情况的还以为有深仇大恨呢 当老公回到家态度就变了 她承认是妈做的不对 媳妇也吃了很多苦 她家在中间有什么办法 妈不生一人把自己带大很清楚 做后辈的难道不能稍微迁就老人一点吗 然而徐沈已经迁就婆婆二十多年 如今已经快被逼疯了 生了两个孩子婆婆都不让坐月子 丈夫立刻打断她 问徐沈是不是还要说 自己投资失败 整天只知道喝酒 债主上门讨债的时候 一直都是她在照顾孩子 不容易之类的陈年旧长 见妻子情绪激动 老公换了一副面孔 她自知亏欠徐沈太多 希望老婆为了自己再忍耐一次 去找婆婆道个歉 大事话小小事话聊 然而徐沈对这个家已经死心 她要离婚 但是要拿走这栋房子属于自己的那份 听到这话老公急了 她嚷嚷房子登记在婆婆名下 第二天 徐沈在申律师门口抽搐了很久 最终鼓起勇气才敢进去 就连她自己都没想到有一天会咨询离婚 如今一百年纪 孩子也长大了 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在叙述了详细经过以后 徐沈担心能不能胜诉 其实她的诉求很简单 拿回房子属于自己的那份 申律师提醒她 财产分配仅限于配偶名下的 婆婆名下的不计算在内 原来房子是老公买的 之后因公司业绩不好 为了破产以后手中能留下些资产 所以才把房子过户到婆婆名下 但是整个过程中没有通知徐沈 直到过完户她才知道 重要하지 않아요 我们家人是因为 申律师有些不明白这样一个人 怎么会对婆婆动手 徐沈怪自己失了职 每日没有尊严地活着 这她都可以忍受 可当看到自己的孩子们 也遭到了同样的对待 突然就不受控制了 同时认为这桩案子太棘手 动手打了自己的婆婆 是不可能分配到财产的 况且房子还在婆婆的名下 申律师也认为可能会败诉 然而律所这栋大楼 很多保洁员做一段时间就离开了 只有徐沈一干就是两年多 而且她每次都笑脸 迎人热情地打招呼 楼下补习班的老板把她当作仆人使唤 徐沈总是没有半句怨言的赵总 所以申律师决定先去社区打听一下 再决定接不接她的案子 一转头 朋友伪装成租房客 在中介打听关于徐沈婆婆租房的信息 中介大姐也是个热心肠 坦言婆婆在这一区出了名的不讲理 不过大楼的事物主要是她儿媳在管 儿媳的为人很好 所有麻烦事都是一手包办 这时楼下理发店的老板娘走了进来 朋友赶紧向她咨询 大姐和老板娘你一言太一语的八卦 大概意思是 徐沈每天清早起来工作 还要打扫大楼到深夜 如果是他们两个早就跑了 朋友赶紧把消息告诉给申律师 那一代的人都知道徐沈被虐待得很惨 还听说婆婆脾气臭到不行 第二天 申律师告诉徐沈 现在几方需要证据 来证明长期遭受言语暴力 或者让邻居们出门作证 然而现在的人哪会轻易插手别人的家务事 申律师又提醒 说不定还会需要女儿们的证词 就在这时 申律师想到房子应该是夫妻二人账户付的款 果然如他所料 买房的全过程徐沈都在场 既然这样 可以向法院申请提交支付明信 为了保险起见 申律师问徐沈 过户给婆婆时 有没有留下什么公正文书 徐沈这才想起来 过户之后自己很生气 老公写了证明也去公正文 还有录音存证 然而这些都在婆婆的手上 与此同时 与申律师有过节的男人 让学生去调查他准备的离婚诉讼案件细节 男人要站在申律师的对立面 当晚 老公在医院照顾婆婆 另外一边 徐沈溜进婆婆的卧室 翻找公正录音存证 突然 客厅的灯亮了起来 老公居然回来了 人们常说月子之仇不共戴天 婆婆对未过门的儿媳居然这样说 对还在月子中的儿媳是这样说的 对约好和丈夫出去旅行的儿媳又这样说 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徐沈忍受这样的生活已经二十多年 这天他找申律师咨询 恰好被有恩怨律所派来的小崔律师撞见 但莫清楚申律师目前受理的是离婚案以后 老朴决定让实习期刚满的小崔做申律师的对照 另外一边 徐沈他自述昨晚在婆婆屋里找公正材料时 老公突然回到家 他谎称找婆婆的精神症晋级药物 然而老公早就知道妻子在看心理医生 接受抑郁症的治疗 可他平日里去装作毫不知情 因为老公只看到婆婆从年轻到现在吃尽苦头 忘记了妻子的年纪 忘记了妻子从几岁就嫁到家里 如今徐沈已经五十多岁还要面对婆媳问题 难道丈夫一点都体会不到吗 原来丈夫什么都明白 徐沈认为可能是老公猜到了自己的意图 故意把公正材料藏了起来 同时他听说婆婆已经拿到诊断证明 正准备起诉自己 申律师提议既然对方已经打算提高 不如己方准备反提高 接下来必须按照自己说的去做 他让徐沈告婆婆侵害名誉罪 而媳从未打过婆婆 而是他控制不住脾气 用力推了而喜 但婆婆仍老力小 自己反而向后跌倒 而媳殴打婆婆的谣言 却在街坊邻里之间迅速传开 利用这一点 反倒他侵害名誉罪 徐沈总觉得是在说谎 申律师让他想想属于他的那栋房子 对方硬说是自己的不也是在说谎吗 最终徐沈听从了申律师的方法 与此同时 老朴找到徐沈老公 他任职于韩国最大的金花律所 这次来就是想替老公进行离婚辩护 如果对方委任律师的话 单凭一己之力很难胜索 并且这次是免费协助 当晚老公回到家 气冲冲地盘问妻子是否找了离婚律师 还警告他不要以为自己会坐以待毙 今天已经和第一律所的律师见过面了 最好不要把事情闹上法庭 然而徐沈告诉老公 他没有殴打过婆婆 还听说有人在社区到处散布谣言 自己决定告他伤害名誉罪 殊不知徐沈已经暴露了己方的辩护方向 第二天老公就与小崔律师见了面 他把申律师的辩护方向详细地说了一遍 小崔建议让老公再和徐沈商量一下 不过他已经想好了对策 紧接着老公就找到徐沈 让他为孩子们着想一下 甚至认为妻子不是曾经认识的那个人 或者原本就这么厚颜无耻 恰好申律师走了进来 老公又把怒火转嫁到他身上 谴责申为律师怎么能教别人说话 然而申律师可不吃他那一套 老公又嚷嚷居然对徐沈这种人愧疚 结婚这么多年从没有大呼小叫过 他甚至觉得很委屈 申律师告诉老公 徐沈被婆婆羞辱了一辈子 即便受到精神上的虐待 还凭借着对老公的信任撑下去 事到如今却把夫妻合买的房子编造成是婆婆的 身为老公能体会现在妻子的感受吗 然而说教对于妈宝似乎不起作用 老公让申律师做好准备 他已经委托了第一律所进行辩护 当晚婆婆出院回到家 他听说儿媳执着要打离婚官司 直呼这个蠢女人毫无用处 外面随便找一个都比他强 还叮嘱儿子清醒点 一毛钱都不准分给儿媳 要不是他拖累儿子 和校长千金的婚约就不会泡汤 他只要看到那个蠢货儿媳 就觉得浑身不舒服 很快庭外调解的日子到了 申律师主张 大楼的购房款是由老公账户中支付的 所以产权应归夫妻所有 因事业变故为了保住资产 在没有与妻子商量的情况下 擅自将房产过户到婆婆名下 因此请求将大楼列入财产分割当中 然而小崔主张 大楼是夫妻赠予母亲的礼物 不能列在共有财产之中 针对这个问题 申律师和小崔展开了激烈的辩护 申律师坚持老公分文不赚 全由妻子打工支撑日常开销 而小崔认为老公也在积极地找工作 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而已 他亲眼目睹了母亲被媳妇殴打 之后就一直接受精神科的治疗 反倒是妻子不但不为此感到懊悔 反而露出了只关心财产分割的问题 着实令人感到惊讶 以下为魔改剧情 原来徐沈已经找到了 当初过户给婆婆时的公正材料 他想给这个家一个机会 没想到闹得如此地步 丈夫依旧默不作声且站在婆婆那边 徐沈彻底对这个家死心了 申律师把录音交给调解员 里面清晰地听到婆婆亲口承认 房子产权属于夫妻 只是暂时过户到自己名下 最终以徐沈胜诉结束 其实徐沈知道 这么多年老公夹在婆媳之间很难做 除了关于婆婆的问题之外 对孩子和自己非常好 所以申律师坚信夫妻二人还有感情 虽然徐沈故意将己方辩护方向透露给老公 在调解时承认动手打了婆婆 老公一听到徐沈承认过错 也终于下定决心交出公正材料 当晚恶婆婆得知儿子败诉 不停地数落她 又提到与校长千金的婚事 然而当年的实际情况是 人家不愿与婆婆同住 并且想让儿子入坠到女方家里 徐沈未婚先孕也不是偶然 在家里安排相亲校长千金之前 儿子早就喜欢上徐沈了 让人觉得可笑的是 婆婆这才反映过来多余的那个人是自己 小崔和申律师打了一场官司以后 被她的个人魅力及才华折服 主动递交了辞职信 跑到申律师的律所应聘 在某个咖啡馆的一角 短发女人威胁长发女人离婚 然而长发女人告诉对方 自己只能成为寡妇 绝对不会离 她让短发好自为之 二人之间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退休的丈夫得了肝癌 医生告诉她如果接受肝脏移植 能存活的几率有很高 然而她的合法妻子却不愿意捐赠 即使这样的情况 她每个月花在美容上的钱都要500万韩元 就连丈夫的退休金也拿去买了新车 此外儿子的留学费用每月还要400万韩元 生活的压力让这个男人喘不过来起 好在她的红颜知己愿意捐赠 这才找到申律师 希望她证明二人有相爱行为 如此一来才能顺利离婚 就在前几天 短发女人已经见过妻子了 好说歹说苦苦哀求她同意离婚 可这人就是不同意 还说什么只能丧偶 不会离异之类的话 申律师告诉他们过错方在离婚官司中 通常很难获得有利的判决结果 短发女人看出来申律师不想帮忙 丈夫也不想因此事过于纠缠 她这才到出事情 之所以着急登记结婚 就是为了自愿捐赶 因为韩国律法规定 必须具备配偶身份才能进行捐赠 所以想用结婚的方式 尽可能快地让丈夫做移植手术 申律师想了解一下 现任配偶为什么无法捐赠 是因为疾病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丈夫还没开口 短发女人就接过话查 她称现任非常健康 原本轮不到自己捐赠 明明可以救活丈夫 却宁愿做事不管等她病死 还买了大量的肝癌保险 这种行为无异于杀人 此外申律师还了解到 他们育有义子 今年16岁 目前正在国外留学 孩子知道老爸的病情 短发女人又接过话 称当儿子的有权利 知道父亲的病情 还称妻子却什么都不肯告诉孩子 尽管丈夫生病 还大把花钱满足虚荣心 申律师听完二人的陈述 考虑要不要接受这桩委托 没过几天 儿子从国外回来了 没有向任何人打招呼 直接来到律所 他本以为申律师接受了委托 没想到还在考虑中 孩子告诉申律师 自己家里没有一个正常人 还重复了一遍大人们的想法 包括父母和短发女人的恩怨情仇 其实他这次来是想知道另外一件事 自己已经超过15岁 是不是可以自主捐赠器官 儿子想把甘捐给父亲 申律师告诉他 不会因捐赠者与受赠者有血缘关系 就会放松审查 然而孩子却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他想和家里做个交易 把甘给爸爸 条件是别再逼他去那该死的流血 另外一边 短发女人不断地催促丈夫 让他通知儿子实际情况 不要到时候埋怨大人 当晚申律师思考了一整夜 到底该不该接受委托 第二天他找到丈夫 坦言孩子已经找过自己了 表明愿意接受委托 但是一旦开始 几方必须赢才可以 不过他有两个要求 不知道丈夫能不能承受的主 第一就是把关于甘癌的保险全部解约 第二丈夫可能会成为前科犯 这两个条件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 丈夫诅咒妻子不得好死 儿子也责怪他 就连爸爸的红颜 都愿意替母子捐肝 为什么妈妈不愿意救爸爸一命 在父子的口中 妻子就是一个霸道的女 一个只知道消费的多父 原来身为大学教授的丈夫 认识红颜以后得了肝癌 妻子得知消息就像变了一个人 终日沉迷美容媒体 我行我素的生活 他恨丈夫找红颜就算了 对象竟然是那么没水准的女人 还联络自己出国留学的孩子 如今妻子的期望就剩儿子了 只求孩子可以安心完成学业 然而孩子决定把自己的肝捐给父亲 恳求妈妈不要逼自己出国读书 甚至不想上大学 还称得了恐慌症 有哪位母亲会同意孩子捐肝吗 随着儿子摔门而出 这场争吵财散结束 很快庭外调解的日子到了 申律师当众播放了 妻子与保险销售员的通话录音 内容大概是抱怨丈夫私自解约癌症保险 对拿不到受险金利赔本是不满 顺口还提到丈夫死了 总要留点东西给母子维持生活之类的话 原来申律师了解到 保险员是妻子的闺蜜 保费也都是她在缴 她让丈夫申请解约 这样保险公司会立刻去联络缴费人 接下来要拿到妻子的回应 然而想要捕捉她的回应 就不可能会有什么合法的图结 申律师承认违反了私密保护法 不过丈夫也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的选择 对方律师提出追究丈夫 违反私密保护法的告诉 这样一来她就变成了一个有钱科的教授 最终婚事离了 不过故事还没完 刚走出调解厅 知己就一把拽住丈夫问官司怎么样了 妻子告诉她飞上枝头 变凤凰的美梦泡汤了 原来知己做了一辈子的美发业 想靠着挖枪脚当上让人羡慕的教授夫人 在得知死后有巨额里赔金 就想出娟干逼教授离婚 然后再和她结婚的办法 合法继承这笔钱 所以才会不辞辛苦 多次与妻子协商离婚的事 然而她低估了妻子的素养 从来没和她争吵过 在调节的第二天 妻子找到知己的店里 她嘲笑前夫找了个没有水准的低等货色 其实这人能当上教授离不开自己的功劳 妻子放弃了晋升出版社总编辑的机会 待在家里相夫教子 为了成为丈夫的后盾 甘愿做一个谁都瞧不上眼的家庭主妇 结果丈夫背地里找红颜知己 还要求自己离婚 这些她都可以忍受 但是拿自己儿子作为筹码就忍不了了 妻子放下了家教和门风 和红颜思扯在了一起 与此同时 申律师刚到律所 就近来一位老妇人 看到她以后申律师想刀人的心都有了 二人上一次见面还是在妹妹的婚礼上 因为父母早亡 当哥哥的充当起家长的角色 本以为妹妹嫁给了幸福 没想到准婆婆马夫人却这样说 申律师一开始还没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 然而在妹妹的孩子两岁这年 她一个财阀家的儿媳妇却在小店吃泡面 穿着香对于来说也比较寒酸 那天妹妹似乎有心事 不停地盯着手机看 就在她过马路时接到一通电话 然而挂掉电话后惨剧发生了 马夫人这次来 是想知道儿媳妇埋在哪里 她这个当哥哥的 有没有选快风水宝地帮妹妹立背 申律师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 马夫人心里明白 她是妻婆家人 竟然连儿媳安葬在哪都不知道 然而申律师此时 满脑子都是一些骂人的词句 马夫人很惭愧 在儿媳过世时没能赶回来祭奠 所以一回国就想弥补迟来的吊咽 可是儿子她也不知道 新儿媳的素养似乎不太好 只能厚着脸皮跑来这里打定了 申律师果断拒绝迟至今日 才想补及妹妹的吊咽 其实马夫人这次回来 还有另一个期待 她听说儿媳的哥哥当了律师 或许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申律师递给她一张名片 叮嘱对方如果想离婚 可以联系自己 相当于下了逐客令 马夫人是个聪明人 站起身准备离开时 她提醒申律师 说吧离开了律所 当晚 马夫人问新儿媳秦英 有没有带孙子去看她的妈妈 婆婆猜到肯定是新儿媳不让去 前儿媳出世以后 新儿媳还装成一个贤妻两母 这样晚上睡得着吗 秦英的脸色一下就变了 她让阿姨把孩子带回房间 然后责怪婆婆说话小心点 孩子都听得到 就是因为孩子在成长 才要查出孙子的妈妈在哪 婆婆还叮嘱新儿媳带孩子去不合适 自己带她去就好了 婆婆警告新儿媳 这里原本是孙子的家 原来秦英和丈夫先认识的 要不是婆婆一直反对 她才不会绕这么大一圈 丈夫到最后还是选择了自己 这可把秦英气坏了 第二天一早 申律师接到一个尾号1225的电话 原来妹妹死亡后 她在警局查看了妹妹的通话记录 据警方了解 最后一通电话的机主是妹妹的朋友 因为妹妹有事求对方帮忙 所以才拨通的 当时申律师打过去是空号 号码的尾号就是125 如今打电话的人正是秦英 她想和申律师见一面 然而申律师不想与她有瓜葛 没等对方说完就挂了电话 申律师把1225写在 涂满葡萄颜色的画上 我猜她已经准备好替妹妹讨回公道了 次日 律所来了一位看上去很老实的男人 她想咨询能不能让婚礼不成 申律师不理解 这人居住的那边 应该有很多优秀的律师 为什么会找上自己呢 男人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 要是是这个人让自己找来的 名片上赫然写了金花律所情音 这个女人又想耍什么花招呢 众目睽睽之下男人拖着锄头 骂骂咧咧地让妻子带着孩子回家 虽然妇女协会已经将母子保护起来 但是丈夫仍旧扯着嗓子大声嚷嚷 反观妻子 左手打着石膏 听到丈夫的声音后立刻冲向孩子 看样子就像经常被家暴的模样 她的委托律师情音警告男人 如若再恐吓妻子 就只能申请禁止接触令了 说着说着男人暴躁起来 幸好有人拉着 母子二人才被送往安全的地方 男人名叫老马 五十岁才买了个越南的媳妇 她觉得很冤枉 闹累了就一屁股坐在地上 情音健壮 把申律师推荐给了老马 还顺手递上自己的名片 告诉她这位律师辩护很厉害 只有拿着这张名片申律师才会受理 其实这都是情音的计划 她想用这桩麻烦的案件彻底毁了申律师 却没想到对方轻而易举的上钩了 然而老朴认为既然他能找上门来 就表示事情不单纯 原来今天一早 申律师特地打扮了一番来到老朴的办公室 他这次来是想确认 自己妹妹的离婚案老朴到底有没有尽力 没想到这人死不改口 申律师认为 律师和骗子只有一不知格 让一个没实力又没钱的混蛋取得律师的头衔 会成为比天灾更可怕的人活 因为混蛋无论在哪高久 终究只是任人摆布的草包傀儡 另外他掏出名片 让老朴转告秦英 1225尾号的出现是个好时机 然而秦英听到这串数字 一下也没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 一转头秦英找到公公 故意向他拱火 称婆婆经常与申律师见面 他专门负责离婚案件 又是钱儿媳孩子的舅舅 自己很好奇他们是为了什么事 其实老头知道 妻子可能想和自己离婚 但他认为那是不可能发生的 秦英所性挑明 不再想和钱儿媳扯上任何关系 此时律所正为一桩离婚官司 提供免费辩护服务 对造律师恰好是申律师 他想利用这场诉讼段 绝不清不楚的后妈关系 没想到公公并不关心这些 反倒是劝儿媳 不要让儿子对他失去兴趣 适度地整理好心情 今后别再耿耿于怀就好了 然而秦英哪里是听话的主 他命令老朴 老马的诉讼案 安排一些媒体采访报道 制造律所提供免费辩护 为社会弱势带来希望的舆论 老朴也不是傻子 他听出来秦英想除掉申律师 但是搞不好自己也要跟着陪葬 与此同时 申律师正在分析老马的案件 这人第一次来到律所那天 就把自己肩膀的诊断证明公开了 老马的右肩患有严重的五十肩 就连喝水都是用左手 妻子为了保护自己 举起左手挡住挥来的棍棒 导致左前臂骨裂 可是用左手挥舞的话 被打人通常会用右手防御 如果用右手 被打人则是会举起左手 这才是正常人的反应 不过申律师认为还不能妄下定论 所以他们需要缜密的调查 第二天 申律师正和马夫人商量事情时 他接到了老马的电话 原来离婚仪式闹上了社会新闻版面 题目是丈夫虐待越南新娘 他何时才能解脱 网友也是一边倒的谴责丈夫 说她是人渣 家暴女性 那么想娶年轻妻子等等 最后则是金花律所挺身援救 申律师回到律所 思考了一整个下午 当晚他打电话给老马询问情况 原来老马家里并不富裕 当年他的妈妈坚持让儿子去越南买妻 老马就当作观光旅游了 没想到遇见了妻子以后 一心想着把他带回来 妻子和守寡的妈妈 还有弟弟妹妹们同住 老马觉得他们家没有希望了 自己多做些农活 应该能养活这一家人 于是下定决心和妻子好好生活 可是现在到底是谁该同情谁呢 老马很高兴 能在自己50岁的时候当上父亲 如今人人都说那么大把年纪 还买个穷苦的女人回家虐待 自己成了卑微至极的人渣 申律师决定先帮老马恢复名誉 必须证明不是花钱买期回家施暴的家伙 这场诉讼会变得非常混乱 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成为公众议论的对象 而老马必须恢复名誉 打杂摔毁物品 对伴侣语言过激 属于家暴中的情绪暴力 家庭中爸爸对妈妈的态度 极大程度上影响孩子婚后的情绪 老马的父亲喝醉后就会家暴妻子 经常对着他拳脚相夹 年幼的小马怎么拉都拉不住 原来申律师接受了老马的委托 如今这桩案件演变成了社会热点话题 导致老马被迫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关注度又多聚焦在被家暴的越南妻子身上 为了转移舆论导向 申律师想把自己包装成业内代表人物 及千万优点于一身的性感男子 俊俏程度堪比偶像的朴玉 然而马上就被同事否定了 让他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 这是小崔想到一个主意 他偷拍过一段申律师醉酒当街 激情弹钢琴的视频 毕竟发布浏览量超百万 在瑞震和他电台朋友的帮助下 参加了一场广播和视频直播采访 高薪的职业 国外深造的艺术家 再加上街头弹琴视频曝光 申律师一下就成了眼下最热的话题 秦英就没这么开心了 她在采访中 故意透露最近接手了一桩买期家暴的案件 家暴者是自己的委托人 一听到这话 网友们炸开了锅 纷纷指责申律师是个无良律师 为了钱什么案件都接 想哄想疯了的垃圾 大家就该团结起来 让这种律师混不下去等言论 舆论的方向是变了 但是个人觉得压力蛮大的 另外一边 老朴先一步找到越南妻子了解情统 在老马施暴当天 也就是9月12号 妻子向他提出离婚 老马一听这话 就像点着的炮杖 他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把家里的东西又摔又砸 邻居奶奶实在看不下去 护着妻子离开了马家 当时妻子没办法带孩子走 于是第二天 他又折返回去求老马 然而老马嚷嚷 买妻子的时候花了很多钱 老马抄起身旁的棍子 照着妻子就砸了下去 致使他左前臂骨折 与此同时 老马告诉申律师 妻子连永久居住权都不要 一心想着离婚返回越南 起初还能心平气和地安抚他 可最终失去了理智又揣又砸的 老马很后悔做出这种事 他不想变得和爸爸一样 然而申律师只想知道 9月13号那天发生了什么 原来老马打砸完 警察马上就把他逮捕了 在妇女协会的帮助下 孩子也被妻子抢了去 85岁的老母亲无助地坐在地上 哭得特别伤心 申律师感觉越南妻子不对劲 就好像预料到自己会被打 特地叫了相关人员守着一样 而且离完婚以后 他依然要回越南 是因为有太多的弟弟妹妹要养 如今多代的孩子回国 老张认为 通常越南妻子离婚都会拿到抚养费 一般都会找个兼职 等孩子大一点以后再回国比较理想 所以申律师让老张亲自去一趟乡下了解情况 不过中介老赵执意要跟着一起去 他们在村口的药店打听到 夫妻吵架的所有起因都来自对面那间农产品店 是从老板和老马闹翻之后开始的 就在老张去打听情况时 老赵看到了老朴的身影 原来他当年找到还是新晋律师的老朴 为此老赵感到很自责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介绍 申律师的妹妹会不会还活着 当晚老张就把了解到的情况 详细地告诉给了申律师 农产品老板和老马是发小 就像亲兄弟一样 这人知道老马为了养活老婆越南的娘家 加倍工作累得要命 他老婆却以学习韩文为有整天往外跑 一天到晚喝得烂醉 搭出租车回家 有一次老板亲眼看到 妻子不知道和越南还是菲律宾人 一起吃炸鸡喝啤酒 气得他直接告诉给了老马 不曾想他对自己大发雷霆 出门的次数增多 反而韩文没有进度 申律师又重新整理了一下资料 他决定亲自问老马一件事 很快备受瞩目地买七家报案开庭了 申律师结问越南妻子 孩子是姓马没错吧 这里有个细节 妻子需要翻译 其实老嫖那天叮嘱越南妻子 可以在法庭上说谎 但是不能对自己有所隐瞒 要不然两个人 这里只老嫖和越南妻子都要完蛋 越南妻子坦白孩子不是老马的 然而男友换了号码 不接自己的电话 他曾说过回去越南 所以他这才打算带着孩子回国 老嫖为了赢下官司 他让对方提供男友的详细信息 其实老马也知道孩子不是自己的 在这个生不出男孩都会被嘲笑的乡下 如果同村人知道孩子不是亲生的 闲言岁语足以气死85岁的老妈 他觉得老妈也活不了多久了 所以认定就算不是亲生的 但是在法律上仍然是自己的儿子 只要能幸福地生活下去 终究还是一家人 申律师坦言 如今已经被戴上了娶外国年轻妻子 回家家暴的帽子 如果继续被当作那种人活下去 闲言岁语绝对不会少 老马的内心也很纠结 不知道是生气还是难过 他特别伤心 申律师申请给老马和孩子做亲子鉴定 接下来老嫖会用什么办法反制申律师呢 丈夫是B型血 妻子的血型是欧 生出来的孩子只能是B型或者欧型血 买七家报案上 老嫖律师提出 老马拥有约一万两千平米的农田 繁重的农活没有雇佣帮手 迫使年纪轻轻的妻子协助务农 他本以为是嫁作人妇 可实际上却是来为丈夫工作的 为此妻子患上了严重的产后抑郁症 他仅仅是想回去见见母亲与年幼的弟弟妹妹 没必要达到骨折的地步吧 申律师赞同关于农活的观点 所以他做了一些计算 妻子曾表示需要时间适应陌生的韩文 有超一年的时间再加上网课 后来想学习美发技术 又在釜山当了一年两个月的学徒 并且往返需要四个小时 从结婚到现在 一直都是85岁高龄的婆婆 在料理家务和照顾小孩 妻子婚后忙于农活的时间 估算不到三个月 丈夫在一年52周中只有四周休息 其中还包括法定假日和周末 每天凌晨4点到晚上8点都在忙农活 而这种艰辛的生活一直持续到现在 怎么能说是对妻子劳动剥削呢 申律师提供了邻居们的证词作为佐证 其实老马在妻子怀孕六个月的时候 邀请了他越南的所有家人来玩 产后为了妻子着想 提一一起回他的故乡 爱与小宝宝还没接种疫苗 夫妻约定六个月后再去 机票在二人结婚的相册里 妻子产后四周开始 就一直把孩子交给婆婆照看 总是外出时常喝醉 直到深夜才回家 老马虽然极焦虑又担忧 却从来没管束过他 因为妻子身处异乡 且年纪上轻 还辛苦地生下孩子 综上所述事实 老马对妻子产后抑郁置之不理的说法不合理 其实老马的血型是B 而越南妻子的血型是O 从孩子生下来那天起 他得知孩子是B血型后 就对所有人撒谎称自己是一行邪 然而老朴揪着丈夫的施暴行径不放 控诉他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可是据申律师了解 老马和老马母亲都否认殴打过妻子 他想知道案发当天 丈夫是用哪只手施暴的 其实越南妻子为了离婚 让他的男友故意打折自己的钱笔 然后诬陷老马家暴 申律师递交了老马患有右侧五时间的诊断证明 他接受治疗长达一年的时间 就连吃饭都只能用左手 身为妻子居然不知道丈夫的病情 一方面佐证老马没有施暴 另一方面谴责越南妻不关心家里 至此买妻家暴案彻底结束 当申律师走出法庭时 有个记者问会不会对越南妻提起名誉损害提高 他反问众人 难道在这场诉讼中 只有妻子妨害了老马的名誉吗 这里暗指媒体报道的不实信息 也相当于回击了秦英 在韩国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故事里的妻子找了难言至极 后来她生了孩子 但她丈夫其实不孕不孕 虽然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 但丈夫非要在孩子身上找出一些关联 只好硬说父子俩的脚趾很像 回到律所后 秦英质问老朴就这么一点能耐吗 让律所成了大众的笑柄 没想到老朴让秦英遵守分寸 单方面让老马去找申律师 还擅自在媒体上炒作 她很难收拾这样一意孤行的残局 索性二人撕破脸 秦英告诉老朴 能给她的只有眼前这么多 因无能被娶而代之是很自然的事 一转头 秦英又像公共拱火 然而老头仍老心不傻 她认为新儿媳是条猖狂的妮丘 因为刚刚收到了妻子的离婚申请 本不应该闹到如此地步 都是因为秦英搞砸的 老头要组建个律师团 如果新儿媳待在金花律所 会显得很可笑 所以请她离开 还有她知道前儿媳的父亲很善良 这可把秦英气到了 接下来她又要做什么妖呢 当面一套背后 另一套的老公能有多可怕 有的丈夫在你同事面前 对你无微不至 甚至跑很远的店 只为给你买爱吃的小吃 然而单独相处的时候 生怕自己不来探班 你会出去鬼混一样 而有的丈夫 当着岳父岳母的面 又是另一副面孔 妻子名叫小珍 患有精神分裂症 婚后的生活 让她的病情越来越重 最终选择戈腕自杀 好在抢救及时 这才捡回一条命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 她父母的态度 老两口得知 女儿想要离婚后 父亲尊重她的选择 愿意一起承担 而母亲则认为 只要女儿夫妻俩好好协商 问题总能解决 这个时候女婿变态 急急忙忙地跑来医院 一把抓住岳母的手 关切地问妻子怎么样了 原来她没有工作 自说害怕妻子想不开 才一直在家待着的 还把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 岳父的意思是 医院有劳两口守着 让女婿先回家 然而鞭太坚持 要在一楼大厅等候 并且在三保证 不会抛下妻子不管 小崔律师留了个心眼 她一路跟随鞭太来到一楼 发现这人 十分警惕地看着手机 里面放的是综艺节目 小崔认为妻子还在危险期 只有混蛋丈夫 才能在医院大厅 笑得合不拢嘴 原来二人是在教会认识的 鞭太在人前 对小珍的照顾细致入微 他们相处的过程中 也没察觉到小珍有精神分裂症 还很耐心地倾听 这让岳母松了一口气 长辈总认为 会照顾人比学历和工作还重要 没过多久 岳父岳母给小珍开了一家咖啡厅 生意非常好 然而鞭太把工作 全部交由小珍来做 就出去逍遥了 整日都见不到人影 丈夫不知道妻子有精神分裂症 认为她可以打点一切 其实小珍认识鞭太之前 病情正在好转 病情急剧恶化 不过鞭太知道小珍有病后 决定用爱照顾她 还参加了病友家属聚会 申律师认为 可以到病友家属聚会 去问问具体情况 一转头 小崔来到聚会上 他在几位阿姨的口中 得知了不少消息 很快庭外调节的日子到了 小崔提出 鞭太每个月都要求 小珍送一些名牌衣服 或家电当做礼物 最近一次是丈夫的大嫂过生日 强迫妻子送一个 必须抢购才能买到的名牌包 有聊天记录作为证据 小珍之所以不拒绝 是因为鞭太告诉她 女儿一直由哥哥和大嫂抚养 问题是丈夫并没有在婚前据事相告 然而对方律师主张 鞭太为此感到很懊悔 决定将余生全部奉献给小珍 并且妻子同样隐瞒了 患有精神分离症的重大过错 可据小崔了解 那种病虽然很难跟治 但有机会好转 有医生的诊断证明作为依据 对方律师提出 鞭太在婚后得知小珍患病 依旧没有选择抛弃 而是用爱照顾她 希望小崔不要将她的真心 视作虚情假意 心波就是患者家属聚会的名称 鞭太一直撒谎有个患病的妹妹 还称为了不让父母担心 自己非常努力地照顾她 然而鞭太加入该论坛的时间 是三年前的二月 与小珍所在教会登记的日期 为三年前的三月 而且偏偏那么凑巧 她那个患病的妹妹 和小珍年龄相同 主修的学业也相同 可是鞭太没有那样的妹妹 直至这时 这人还以爱为借口 夸自己有耐心听小珍胡说八道 岳父母才接受她的 小崔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掏出手机 播放起鞭太在医院 开心大笑的样子 鞭太也不再伪装 他挑明指责岳父 隐瞒妻子的病情 还称已经承诺不会照顾 那个神经病一辈子了 还要自己怎么做 一副他吃了大亏的模样 小崔终于忍受不了 和被告人扭打在了一起 我只能说打得好 妻子收集了丈夫找红颜长达15年的罪证 其中包括交往人的名字 工作和详细过程 起初这些女人只要开口要钱 马夫人就会给她们 钱花光了还会再要 有的人甚至时隔两年 拿着流产诊断证明出现 马夫人还曾为一名23岁的女孩 付过留学费用 久而久之 她们的胃口越来越大 要求变成了汽车和房子 后来马夫人让这些人签下保证书 承诺不再向自己要钱 并且拿去公证 这一人就是数十年 她把手上的证据全部交给申律师 然而申律师不明白 为什么选这个时间节点离婚 还有选自己打官司的理由是什么 马夫人坦言 她在斟酌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老 然而人越老却越害怕 所以才会拖到现在 马夫人想找一个有能力坚持到底的律师 毕竟个人的精力能让申律师更有动力 此外马夫人希望多争取一些股份 因为她很缺钱 原来早在两天之前 网上已经疯传这场财阀的 世纪离婚诉讼案 一瞬间就成了韩国最热的话题 丈夫这边的律师团 开始搜集马夫人的种种黑料 从家务贡献分配 再到有没有隐秘财产 甚至就连日常生活花费和购买明细 都调查得明明白白 反观申律师这边 她居然和老张讨论 没有腿的螃蟹该怎么分 一点紧张感都没有 其实在离婚官司中 财产分割的部分一直是个难题 申律师建议马夫人先预估个底线 然而马夫人担心 对赵律师团有六个人 申律师是否已经制定好辩护策略了 申律师坦言 虽然自己既担心又紧张 但会尽自己所能 另外一边 公公让新儿媳去和律师团见个面 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要求 秦英似乎对老头之前 训斥自己的话有意见 她反讽怕自己坏了公公的好事 虽然老头看不上新儿媳 但是她明白秦英有个优点 就是做任何事都不加掩饰 她断定妻子会把自己和异性的关系抖出来 而秦英最适合跟律师团讨论这些事的对策 还有就是申律师 新儿媳早晚要出面和她做个了结 她想要钱儿媳孩子的所有股份 老头一听这话变得严肃起来 秦英赶紧解释 这样做全是为了自己的女儿 公共思考再三 愿意把孙女的股份交给秦英 因为老头知道新儿媳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 如果离婚案搞砸了 她让秦英以后安分地过日子 申律师这边了解到 原本马夫人的父亲有一块底 婚后就由老头接手了 可是她常年都交不上地租税 都是马夫人的父亲担负的 虽然地价过了很久才飙涨 但也多亏了那块地才有了现在的企业 所以马夫人最低预估要集团20%的股份 粗略计算公司价值是5兆韩元 也就是说她要了10亿韩元 这样一来 申律师也不确定她是真离婚 还是想一点一点吞掉公司了 另外一边 秦英告诉老朴她将离开金花律所 以后大律师的办公室就留给她了 并且非常急切地想撇清关系 那老朴她能坐以待毙吗 当天下午 马夫人把所有材料交给了申律师 听了她的遭遇以后 第二天一早 老朴来到老赵的房产中间 他表面上是想租一间办公楼 但是被老赵轰走了 殊不知老朴的一举一动都在秦英的监视下 很快两方律师商谈的日子到了 申律师把整理好的材料交给对造 在她的眼里 这些都是妻子常年保护丈夫和集团而留下的悲伤经历 并不是为了离婚争夺财产而搜集的 她为了避免丈夫的感情史曝光 才想尽办法把货端挡下来 也可以说是马夫人的伤疤 律师长提议研究一下材料的可信度 研究完以后在商谈 回到律所 她的外甥孤身一人跑来公司 外甥遭遇了什么 居然用这种称呼请求舅舅帮她辩护 而马夫人真正的离婚目的又是什么呢 其实夫妻离婚最受伤的人是孩子 因为父亲在婚 不仅要遭受继母的区别对待 还要忍受来自同学们的冷言冷语 每天坐车上下学成了她最放松的时间 司机叔叔总是假装没看到她在做什么 可如今看着自己长大的司机也被继母开除了 那个所谓的家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的对基因好了 然而甥律师只能无奈的向外甥道歉 她以为孩子过得很好 可是舅舅没有监护权 无法守护她 甥律师答应基因 从现在起 会立刻开始寻找一个让她住的自在的地方 吃完晚饭 甥律师就把基因送回去了 第二天 司机向马夫人道别 讲实话她有些担心基因 因为孩子最近经常暴饮暴食 在家吃完饭后出门又去吃 可是吃完食物后又会全部吐出来 司机把这件事告诉给秦英后 就被她开除了 甥律师这边开始翻阅资料 试图找到关于舅舅争取到抚养权的案例 与此同时 秦英把偷拍到的照片推到老朴面前 想知道她找老赵是什么动机 原来当初老朴把甥律师妹妹的诊疗记录泄露给了秦英 出卖了自己的委托人 才换来今是今日的地位 老朴反问成为企业家夫人的秦英 把照片扔在自己眼前是什么动机 干脆一点把条件亮出来吧 为了封住老朴的嘴 秦英同意给她在繁华路段置办一间咖啡店 甥律师一直翻阅到深夜 仍旧没有找到相似的案例 于是她做了个决定 第二天一早就约了马夫人见面 因为替她辩护 秦英对外甥动了不少小心思 再加上马夫人好像特地为了离婚准备了很多充足的证据 这让甥律师很迷茫 不得不决定放弃这场诉讼 不过她已经和律师团完成协商了 马夫人将会获得27%的股份 于是退还了所有相关的材料 当天晚上 马夫人和新儿媳的战争爆发了 她认为开除寄英的司机是给自己的警告 然而秦英狡辩称那人说孩子很奇怪 当父母的肯定会不开心 其实新儿媳一直都好奇 为什么婆婆这么恨自己 总是流露出不把她当人看的眼神 秦英认为和丈夫青梅竹马 是一起成长的同伴 为什么总是把自己当作乞丐对待 马夫人看不惯新儿媳看别人的样子 那种充满敌意的样子让她觉得很不舒服 明明已经转学至很远的地方 又特地到儿子学习的地方附近打工 不惜申请巨额贷款跟随儿子去进修 甚至同居在一起 未免努力得太过头了吧 然而秦英认为 都是婆婆从中作梗 不然丈夫也不至于离婚 马夫人提议 把秦英送去和申律师一起生活 那秦英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万万没想到 当初秦英给申律师妹妹打电话的内容 马夫人听得一清二楚 通话完前儿媳就出车祸死了 听到这话 秦英没了刚才嚣张的气焰 也不再和马夫人顶嘴了 没过多久 司机拜访了申律师 她透露秦英从三年级开始 突然变得沉默寡言 只有和申律师见面的日子 才会变得开朗一些 司机曾经向秦英提醒过几次 但是都没有得到重视 也许从小被继母抚养长大的关系 秦英懂事得特别早 很擅长察言观色 申律师非常感谢司机愿意同他讲这些 当晚 老赵英想帮申律师 连续几天跟踪新司机从而被捕 保释的时候秦英提议单独聊聊 她不明白申律师为什么对秦英那么执着 难道怂恿对钱没兴趣的马夫人 去争巨额财产还不够 不会是对孩子的那份股份动了歪脑筋吧 申律师觉得她说话太过分了 然而秦英了解到马夫人原本无欲无求 甚至卖掉唯一的房子捐赠给救援组织 像她那样的人怎么可能争夺财产呢 可是明明是马夫人自己要求的呀 没等申律师多想 秦英的嘴还在噼里啪啦的输出 申律师怀疑这个女人曾经也是这么对自己妹妹的 她想知道 妹妹出事那天 电话里到底说了什么 申律师攥紧了拳头 逼近了秦英面前 不过她没有做过鸡的行为 转身就走了 紧接着 申律师就约了马夫人 她想知道为什么需要很多钱 原本马夫人还不想告诉她 然而申律师已经猜到了 马夫人是为了基因 她怕新儿媳吞掉基因的股份 想预先防范 申律师猜测马夫人一定听到了电话内容 事到如今 马夫人也不再隐瞒 她的离婚诉讼案 是申律师足以获胜的强大武器 原来马夫人年轻时旅行结束 丈夫却把秘书带回了家 她不想进家门 掉头离开又有损自尊心 只有钱儿媳愿意接近自己 那天晚上钱儿媳带着马夫人去散心 她虽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却一句话也没问 第二天天亮吃早餐时 钱儿媳总是恶心想吐 就这样马夫人第一次以奶奶的身份 与基因见面了 她一直把钱儿媳当作亲女儿一样对待 不过还是没能阻止他们离婚 第二天 申律师带着老赵和老张找到外甥 正式接受基因的委托 与秦英的最终决战拉开序幕 翻籁 案发当天申律师的妹妹 在过马路时接到秦英的电话 那头用抛弃孩子作为要挟 让她放弃财产的争夺 趁着基因还没记住 母亲的长相之前滚远一点 惨剧就这样发生了 曹成又新剧迎来了大结局 申律师本着宁差时作庙 不回忆装婚的态度 以一己之力劝马夫人 不要因为心疼孙子选择离婚 又在其丈夫那里给足了台阶 提议在有婚姻关系的状态下 将马夫人应有的50%股权给她 可是老头认为申律师对妹妹的死心有不甘 才会为夫妻俩出此办法 让他没想到的是 申律师真正的目的是 争取外甥基因的侵权 老头思考许久 决定听从申律师的建议 把财产分给马夫人 但势必会保住孙子的侵权 第二天 秦英兑现了给老朴咖啡店的允末 并且叮嘱她二人之间的瓜葛 必须一笔勾销 能得到这么一大比例至今 老朴自然满口答应 然而秦英甩出申律师侵权告诉的材料 警告老朴 若是敢向她泄露任何消息 那么秦英和老朴就同归于尽 另外一边 申律师和朋友们商量如何赢下告索 目前只有司机愿意出庭作证 马夫人由于特殊原因 不会出现在这场官司中 申律师提议 先从秦英帮老朴开店这件事调查起 只要能证明妹妹在离婚时 前妹夫和秦英有违法行为 己方就一定有胜算 一转头 申律师找到外甥 有些话必须告诉她 只要继续住在这里 那么将来会成为一个无敌有钱的大富翁 但是外公留给了舅舅和妈妈一栋小楼 公季英读书 结婚成家都没问题 该怎么做选择舅舅尊重外甥的意见 姬英认为自己现在很有钱 可是她快乐不起来 显而易见她更愿跟着舅舅一起生活 很快开庭的日子到了 申律师主张 孩子在三岁时 是与父母建立密切关系的重要时期 但是姬英却在这个时期与生母意外分开 再加上陌生人住进了母亲的房间 而同父异母的妹妹随后就出生了 别无选择的她只能默默接受 但从那时到如今11岁 姬英的父母没有意识到孩子的情绪 目前她身受严重的忧郁症所苦 司机从姬英出生就开始照看了 她证明孩子最近暴饮暴食 把吃进去的食物又通通吐出来 可把情况告诉给秦英后 她觉得基因很正常 没过一个星期就把自己开除了 申律师认为司机是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多过父亲的叔叔 一个11岁的孩子经历过与生母突然分离 现在司机又突然被辞退 面临各种剥夺而变得越来越忧郁 这一切都源于父母的冷漠与错误的决定 对赵律师试着诱导司机 承认因开除感到不甘心 所以才会提供的主观证词 申律师当场提出反对 然而现在的司机谎称基因一切正常 失踪那天其实已经向自己取得同意 才会去舅舅的律所 原来早在一天之前 秦英就送给了新司机一台车 让她做伪证 在申律师结问时 她播放起了当天的监控画面 画面里新司机慌张地寻找孩子的下落 而基因有意识地躲避她的视线 明显证词与事实不符 接下来的管家也做了伪证 他谎称基因挑食 在家里就开始报饮报食 吃两包泡面外加一碗饭 经常需要服用消化药 然而便利店的监控记录了孩子吃下四包泡面 两个饭团 甚至噎得锤胸顿足 申律师伤心地不敢多看一眼 此时法庭外 老朴作为证人缓缓地走了过来 老赵拜托他做一次好人 然而这人里都没理他们 申律师想知道 影响丈夫和妹妹离婚的关键证据 就是那份连娘家人都不知道的精神诊断记录 老朴是否知情 可是在妹妹离婚诉讼期间 老朴却成了对造律所的合伙律师 韩国顶尖的律所 聘请一位败诉的对造律师 这么可疑的时间点该怎么解释 老朴竟然厚颜无耻地告诉大家 是看中了自己的能力 然而可疑的点还不止于此 申律师了解到老朴离职后分的一家连锁咖啡店 比他知名且胜诉率高的律师们 得到的离职精简直少的可怜 更让人怀疑的是咖啡店和律所毫无关系 而是由和妹妹离婚的丈夫提供的 老朴觉得可笑 他认为丈夫的企业是律所的主要客户 律所的理事又是企业的儿媳妇 何必拿人尽皆知的事来大作文章 申律师认为老朴曾是妹妹的诉讼代理人 离婚诉讼结束时 基因的侵权被夺走 老朴解除了代理人的身份后 就立即通过孩子父亲的关系 入职大型律所 这一点都不合乎常理 所以申律师又问了一次老朴 影响妹妹被剥夺侵权的重大因素 也就是那份精神科治疗记录 是不是早就知情 旁听的秦英紧张地攥紧了双手 丈夫和申律师也希望得到真相 最终老朴还是没能做个好人 陈述结束以后 法官决定指派调查官了解基因的生活环境 并询问其个人意愿 择日在开庭 等二审的期间 申律师找到前妹夫 质问他如果知道秦英打给妹妹的通话内容 是不是还能像现在这样若无其事 自己一个舅舅都做到如此地步 身为生父的人为何装容作哑 申律师告诉前妹夫 就算败诉他也会持续提起诉讼 一定让外省知道 还有一个人把他当作心肝宝贝一样疼 这场谈话的结果肯定是不欢而散 也不知道基因霸听进去多少 在二审的前一天晚上 申律师紧张地睡不着 他祈祷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第二天 二审开庭了 对造律师主张 申请侵权不仅必须有明显不当行为 或其他不得不行使侵权的重大事由 还必须存在对子女利益造成损害的显著事实 他的委托人没有触犯任何一条 孩子吃得饱 穿得暖 还接受了合适的教育 虽然父母离婚跟随继母同住令人心疼 但没严重到停止侵权 申律师反问给孩子饭吃就算是对他好吗 孩子真正需要的是爱与安全感 前妹夫的家庭对于基因而言 并不是个富含情感的家 无法提供足够的爱与安全感 原来昨晚 前妹夫在马夫人的口中得知了情因打给前妻的内容 她主动申请成为证人 并且亲口承认那份精神诊断证明是老苗泄露的 申律师严肃地问前妹夫 如果基因得知父亲和继母为了争夺侵权而做出这些事 对孩子而言还是个合适她成长的环境吗 法官当庭宣判 申律师获得本案基因侵权中的 保护权 教养权 住所指定权 惩戒权 及其他监护相关的权利予以限制 舅舅终于赢下了这场官司 官司结束以后 前妹夫就不再和情因讲话 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没那么好了 而老朴怎么都联系不上情因 因为败诉的关系 允诺的咖啡店被收回了 也没有律所敢用她 她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穷光蛋 聚集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陪伴与支持